大家好,今天是2015年12月22日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报道,我是方方 今天欧亚股市涨跌互线 美股三大股指高开高走 继上周五的抛售市场大跌之后 周一的盘整也是令人失望 今天市场算是见到一丝暖意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第三季度GDP报2.0%与预期持平 第三季度企业利润报1.784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1.3% 与去年增幅几乎持平 11月城屋销售数据为476万点 远低于预期的532万点 同比下滑10.5% 是五年以来跌幅最大的一个月 虽然城屋销售一直是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 但本次下滑主要是因为11月生效的新规定 使成交周期延长并不具有统计意义 在良好的经济数据影响下 三大股指均小幅高开 早盘短暂下跌之后 开始在油价的带动下震荡上涨 午后市场开始窄幅震荡 市场焦头量仍然比较清淡 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较窄 医疗及信息技术板块涨幅只有0.2% 互联网巨头FAN Facebook Apple Netflix Google 更是有三家收跌 拖累了纳指横盘 油价今日强势反弹 WTI清智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 重新占上36美元 带动了大盘上涨 金价微跌0.65% 由于加薪利好已经被市场吸收 美元指数走低 报98.14点 截至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65.65点 报17417.27点 涨幅为0.9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7.83点 报2038.97点 涨幅为0.8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2.19点 报501.11点 涨幅为0.65% 本交易日 纽交所成立了8.26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14.18亿股 成交量清淡 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分别是 Sung Edison 美国银行 和Fold Motor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分别是 苹果 微软 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 各股方面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连锁餐厅 Chipotle交易代码CMG的情况 目前Chipotle仍然没有摆脱大肠杆菌带来的负面影响 昨日又被爆出再添一例大肠杆菌患者后 疾病至防治中心再次介入展开调查 而今日CMG的绝对拥护者摩根大通终于开始信心动摇 GPM的分析师John Ivanko表示 大肠杆菌事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蔓延之势 另外基于对CMG12月份市场的观察 以及新推出的食品中 还有诸多问题等方面做出的综合考虑 决定将对CMG给予降级 将其评级从买入下调至中性 目标价位从630美元下调至555美元 今日CMG跳空低开下跌4.55% 此外即上周多家机构畅空苹果公司交易代码AAPL 摩根市产力也降低了对于iPhone销售的展望后 今日盘前机构Komen也加入了畅空的大军 Komen将苹果的目标股价 从135美元降至130美元 指出其供应商正在削减产量 对于今年第四季度iPhone的发货量 市场研究公司IDC预计为6930万部 与去年同期的7450万部相比 这一数字将下滑7% 两周前苹果股价位于120万美元附近 昨日收盘于107.33美元 十多个交易日以来 股价跌幅已经达到11% 而今日盘前苹果下跌0.21% 报107.1美元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被相源机构 看中的Mobileye公司 著名的做空机构相源 Citrox曾经指出Mobileye加以代码MBLY 在2016年会步入3D System加以代码DDD 和GoPro加以代码GPRO的后城 当天Mobileye应声大跌7% 本交易日相源继续谨慎看购Mobileye 并指出老牌汽车厂商福特正在和谷歌 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 一旦成功 Mobileye的技术壁垒将瞬间被击破 相予给予Mobileye25美元的目标价 此外 iPhone交易达码AAPL越狱先驱 George Holtz也准备开发自动驾驶汽车 他成立了一间名为Common Eye的公司 目标是在自动驾驶方面 超过为特斯拉交易达码TSLA提供的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Mobileye 本交易日Mobileye跌0.24% 报40.85美元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手游市场 近期手游市场寒冬论盛行 作为全球排名前三的 无线终端游戏开发公司和游戏发行商 Groob Mobile交易代码GLUU 于上周爆出裁员后 股价连跌三天 此次大规模裁员比例达到50% 据悉被裁主要人员是以技术与运营为主 自今年5月以来 Groob Mobile已从当时的7.03美元的高点下探至2.5美元附近 短短半年间跌幅高达65% 断崖式下跌的态势 Groob Mobile今日爆跌19.32% 爆2.38美元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太阳能企业 桑Edison交易代码SUNE 今天该公司股价大跌超22% 主要是由于对冲基金 Alpolusa要检查与桑相关的项目 该消息触发暴跌导致桑暂停交易 基金Alpolusa目前持有9.5%的 Terraform Power交易代码TERP 桑今日跌22% 保5.1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美股收盘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